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素来骄傲美食王国的称号几乎站不住脚了 从外食到去超市买牛奶都要担心受怕 很怕这样的民生食安问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也是我们谈到安全的时候要学习的一个重点 食物安全的英文叫做Food Safety 我们看到图上这边写的就是Food Safety 我们可以说食安问题的英文就叫做Food Safety Issues 或者是Food Safety Scandals 在搜水油事件爆发之后 不仅店家喊冤说他们用的都是政府认证的油 许多民众也出面指控政府没有尽责 因为事实上很多掺杂问题油的食品 都通过了政府的检查和认证 那政府身为一个食安守门人的角色 是不是不及格呢 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单字 Gate Keeper 守门人 政府对于全国民众吃下渡的食物呢 当然有管控跟审核的责任 所以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Gate Keeper的角色 Lately A series of food safety scandals in Taiwan has raised the public doubts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role as a gatekeep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Lately 最近呢 A series of food safety scandals 有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在哪里? 在台湾 in Taiwan Has raised the public doubts 让民众已经开始心生疑斗 觉得说呢 政府是不是有尽到他守门人的角色呢?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role as a gatekeeper 整句话就是说呢 政府呢 他的角色呢 让大家质疑说 最近一连串的食安问题 是不是你有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呢? 很明显地经历这一连串的风波 民众对政府感觉不太信任 也引发了公部门呢 在2014年10月17号 出审时安法通过 加强对食物安全的管控 还有不孝业者的处罚机制 对于是不是能够杜绝这样的问题呢 只能留待时间去考验了 之前香港的占领中华运动 引起了国际关注 尽管民众采取和平静坐的抗运动 但是呢 却传出了有香港警民的冲突 而且还流出了不少 惊心动魄的画面 香港特首呢 梁振英也发表声明说 战中民众呢 破坏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跟社会安定跟祥和 也多次出动了警察跟保安局 进行维安还有证报的活动 这里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 香港的维安警察要怎么说呢? 维安警力 英文叫做 Security Force Security就是安全 而香港的保安局 英文的名称就叫做Security Bureau During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dispatch security force 所以香港政府持续派出了维安警力 企图要清空所有的抗议者 除了这次呢 在香港的战中运动之外 其实古今中外的政府的维安 都跟security这个字通不了关系 所以呢 保全公司就叫做Security Company 而美国的国土保安局 就叫做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再聊过民生的食品安全 以及政治上的战中运动 还有一件全球性的医疗议题 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就是Ebola病毒 Ebola virus Ebola virus这个源自非洲大陆的病毒 是至今世界上数一数二 致病率致死率非常高的病毒 高达了50到90% 在一名男子 隐瞒自己曾经到病毒肆虐的国家 而顺利入境美国之后 美国到现在出现了很多的感染病例 在搭乘飞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听到 关于Ebola病毒的防疫警报 希望全球针对这个可怕的病毒 一起合作来安稳地控制 这个疫情的发展 Expe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ot together to investigate an effective way to contain the Ebola virus outbreak Expe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 他们get together是聚在一起 got together to investigate 要来调查 调查什么呢 要怎么样有一个 effective way 很有效的方法呢 来控制Ebola的爆发 to contain the Ebola virus outbreak 全球各地的专家一起研究 企图研发出一个稳定 Ebola疫情爆发的方法 在一篇的丰盛喝泥当中 令人庆幸的是 非洲境外首例感染的西班牙护士 传出了成功战胜病毒 而所有全世界的专家当然还在竭尽全力的想要安稳的控制疫情 所以这里呢就用contain这个字 contain原本指的是包含 但延伸意义呢可以想象成 把扩张的疫情呢都包含在一个范围里面有安定的意思 对灾情疫情特地的情形呢 来描述的时候呢很好用 台湾呢国际上面的安全议题呢 我们把焦点转回国内 台北捷运呢在之前历经了北捷坎人事件之后呢 做了一项调查 在调查里面就说到了 有很多女性呢 在搭乘捷运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不好的经验 就是遭受性骚扰的经验 所以呢台北捷运也决定要加强很多的防护措施 也推出了安心搭捷运 标语呢把安这个字 拆成了上面的宝盖跟下面的女 同时呢显示安跟女性是息息相关的 北捷之前传出呢 要在信义县呢实验 要再设立一个富佑优先车厢 The Taipei MRT is planning to include women and the children first sections 而相对于一些女性遭受到骚扰的案件呢 其实台北呢算是一个蛮安全的城市 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 像是日本跟印度新德里的捷运呢 现在也都设有女性专用的车厢 来确保女性单独或在夜晚搭车的时候 可以更安心 台湾的地震很多 大家都曾经有过下列的经验 在地震发生之后呢 马上你要打电话或者是传讯息 联络你的家人朋友 确认他们是不是平安 而且常常都打不通 因为线路都在忙碌当中 看到了这种需求呢 脸书之前推出了 新功能叫做 Safety Check 当天灾发生的时候呢 可以让使用者来确定 他的脸书好友们是不是安全 Facebook launched a new safety check program 台风地震跟天灾发生的时候呢 Facebook会传一个提醒讯息到你的手机上 询问你是否安全 而当你选择 I'm safe的选项的时候呢 脸书就会自动把这个讯息 发送到你的涂鸦墙 让身边的朋友知道你的状况 所以呢 如果你的脸书好友在天灾影响的区域 当他们发布安全现况的时候 你也会收到通知 所以这个通知呢 就像你看我们这个 确认的方式呢 像我们图上显示的一样 当你点进这个讯息之后呢 你还可以查看 所有在灾难区域的好朋友呢 有哪些已经发出了 安全的动态更新 让你可以放心 确认哪一些人 已经安然无恙了 今天介绍了一系列 跟安全、safety有关系的 英文词语自在生活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